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请到的是 新光医院嘉医科的柳彭池医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秋冬时节 流感 呼吸道疾病应该注意的事项 欢迎柳医师 苏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我们刚刚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请大家在APP上面投票 就是讲到压力嘛 因为嘉医科也要关心到压力这个部分 像今年我们在讲那个 呼吸道的问题之前 像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发现说这个压力指数变大 大家需要再加一科看诊的状况吗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真的的确有遇到 有一些族群是因为他很担心 疫情的会不会到自己的身上来 所以他会过度的忧虑 那很多其实会看到很多他是不停的洗手 不停的消毒 那甚至有的还会每天定时的要去漱口水 使用 所以变成我们要去跟这些民众 喂叫说其实不用过度的紧张 就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的措施 然后适度的洗手 我之前遇过一对夫妻 那妻子已经抱怨到说 他已经觉得他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他老先生相处 他说他只要出去 回到家一定要在门外 就是要洗手 然后全部喷那些消毒水 然后一进去之后 马上要漱口水漱口 他说他洗到手都已经快裂开了 哇 好所以 这跟性格也有关系 很多人就是很谨慎 我也有朋友呢 就是 哇 真的是完全完全全 逐步出户 除非必要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那个新生的卑鄙 然后几乎朋友也谢绝来访 就是不要把病菌带进来 但是还好台湾的防护都做的 防疫工作都做的还算不错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今天请这个柳鹏区医师 来到现场呢 是要聊聊秋冬时节流感呼吸道的疾病 因为现在大家戴口罩的这个机会就变多了 所以如果跟往年相比的话 其实戴口罩真的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对不对 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从以前我们从国小的那个生活与伦理的教育就说 我们怎么避免得到感冒感染 大部分就是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密闭的空间 这些就是避免得到感染的最好的方式 就发现大家其实一向都不会去管他嘛 对啊 对然后每次回来都只会跟医生说 为什么我明明就觉得我睡得好吃得好 你看体材也这么好 现在也是感冒了 然后结果就发现说 其实你只好好真的做好 戴口罩然后勤洗手 其实你看今年从去年疫情开始 12月底到今年 跟以往的往年相比真的差非常的多 如果说以肠病毒的活药毒的话 真的差很多 肠病毒差很多 肠病毒应该是差很多很多 对然后甚至连流感 从今年的一月之后整个是雪崩式的掉落 流感 流感不管是哪一型的病毒都找不到人啊 对 所以流感也是雪崩式的大大降低 雪崩式的大大大大大下来 而且那是直接垂直的掉下来的哦 不是以往我们看到疫情说 可能随着季节的趋缓 然后这个气候的变暖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山坡上下来 不是哦 它真的是雪崩式的一个断崖的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的确是一个 一个蛮好的生活习惯 然后让大家变成已经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 对就是随身戴着口罩 那如果说以不同的月份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11月 然后要进入12月 一般来说以前比较活药的是什么样子的疾病 其实以流感来讲 在台湾因为我们冷的比较慢 所以大部分我们其实常在在12月底到隔年的一月 其实才看到那个人数慢慢的上升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最担心 都是在农历的过年 因为就会开始南北大交流 病毒可能病毒马更新嘛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 本来可能北部流行的一些的病毒细菌 然后就开始南北大交流 那今年来看的话 其实一开始冒出来的迹象 似乎都还没看到 现在都还没有观察到 还没有明显看到 开始在缓步上升的情况 甚至我们临床的医师 我们自己的分享经验上 在脸书上分享经验 似乎现在人连验到流感 你是阳性的 都是被视为稀有动物 就是不知病毒从哪来 你到底是从哪里被感染到的 很少很少是不是 第一个是今年比较特别 大家就把自己的防护以外 第二件事情是 大家打流感真的是 疫苗相对的比较踊跃 大家开始看到隔壁有在 打喷嚏咳嗽流鼻水 大家就避而远之 所以变成跟你以往我们 一再的苦口婆心跟他们说 其实你就看到那些 呼吸道症状的人 就尽量要自己做好保护 现在都不用讲了 他们自己就跑很远了 那如果以今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大家都在等待 那个COVID-19的疫苗可以出来 那很多的这个数据啊 或是报道也说 你打流感疫苗 可能跟COVID-19的得到 也会有一点点这个正面的加分 但是旧医生的观点是这样吗 一般来讲 他们防护的点还是不一样 虽然说他们同样都是 都是属于RNA的病毒 可是毕竟他们 针对的病毒的这些部位 是不一样的 防护的部位跟他的 我们免疫系统诱发起来 辨证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那只是说我们会鼓励民众 在今年比较特别 就是要还是鼓励民众 打流感疫苗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COVID-19会 有所谓的第二波第三波 或者甚至真的跑进了国内 那这时候就变成是 如果你这时候再加上 流感的干扰的时候 变成你可能会造成 两种病毒同时感染的机会 对那这时候 当然就增加重症的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的 COVID-19可能真的会 远病成重症 那流感当然也不见得那么高 流感差不多千分之四的死亡率 可是假如当你两种病毒 同时都上去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就会让死亡率 大幅的增加 那也会增加 我们在诊断上的困难度 因为诊断上面的确会有一些重复 或是很相似的症状 对而且怕担心的是说 如果到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快塞的试验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些试验都已经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反应的问题 那交叉反应的问题 假如你本来是COVID-19好了 结果你是流感 那这时候可能会不会影响到两者的检验 检验的这个准确度 那跟这个敏感性 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所以今年打流感的确比往年更踊跃 那柳医师你自己的观察呢 今年好像这个青壮年打的比率提高很多 今年提高很多 而且其实在老人家的部分也提升很多 其实今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小朋友 小朋友 对因为尤其是在流感的疫苗 在韩国被爆出来说有一些副作用之后 那国内有将近两百多例被说 有所有的不良反应的话 就是说轻微的不良反应跟严重的不良反应 超过两百出头例 那就很多爸妈就担心小朋友打了之后 会不会有这些症状的表现 所以相对来讲 变成反而大家有点缩手 就是我们就也看到 就是一开始流感疫苗一出来的时候 十月的时候 都抢不到 对大家打的真的非常的踊跃 一直到这个月份 就看十一月的时候就看到大幅的下降 那现在有再回升一点吗 回升的情况 当然没有像十月那么的踊跃 可是变成在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很鼓励家长要记得 尤其是未满九岁 你是初次施打的 没有打第二季的 一定要记得去打第二季 不然你第一季就有点可能会白打了 因为如果你只打了一季 它可能造成的免疫抗体的效用 差不多只剩下四到五成 所以很多家长是想说 我已经很勉强了 或者是我当下十月份很冲动 我就带小朋友去打 那看到原来会有副作用 他就很担心 就不敢再去打第二季 其实我们都会一再跟爸妈讲说 如果第一季没事 第二季会有不良反应的机会是很低的 因为你代表说你对这个药物是OK的 你是耐受的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第二季 明白 好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再来请教这个柳蓬区医师 很多人也在问说 那我打完那个流感疫苗 可不可以揉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有一些报道说 有一些剂 那个增剂是可以揉 有些是不要揉 或者是说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不良反应 是判断说还要再去医院 再去就诊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来请教柳蓬区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秋冬时节 很多的呼吸道疾病 还有流感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好那刚柳医师有提到说 提醒大家还是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现在都应该都还有得打 如果你是公费族群的话 那自费族群的话 应该还是都增绩还够啦 应该目前来讲 当然还没有全部打完 因为增绩几乎差不多每年 差不多是全台湾是100万只左右 那当然因为大家在10月底左右的时候 因为这个副作用的关系 其实大家有点缩手没有打 所以以我们自己来看的话 其实在自费的部分增绩上 目前是都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那打流感疫苗 什么样的朋友要合并 打肺炎恋球菌疫苗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会希望 就是说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族群的话 尤其你是有慢性病 其实我们都会很鼓励你再多打 所谓的肺炎恋球菌的疫苗 那尤其是65岁以上 即使你没有所谓的慢性病 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多打 肺炎恋球菌的疫苗 所以我们会有鼓励一句话叫 左流右肺 就是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 这个不是一定 我之前遇过一个很可爱的病人 问我说 可是我刚刚很像是 右手打了另外一只 我说那个只是一个口号 所以不是一定要 他不会施打在同一只手 一般来讲 如果是两针的话 我们会希望打左右隔一只 除非你打到第三针 第三针的话 我们就会 其中有两针 你会打在同一只手 可是中间 他下针处就要隔 至少要五公分以上 对 才不会担心局部的 这个反应会太大 那如果说 左流右肺 如果一只手打流感 一只手打肺炎恋球菌疫苗 那有一些比较 不良的反应的时候 怎么知道是哪个疫苗 出现问题啊 对 所以如果他是真的 同时打两针疫苗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只要用回溯性的 问他说 你以前有没有打过流感疫苗 有没有不良反应 那如果都是初次施打 那真的就比较难去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 像机管局 他们在统计不良反应的时候 像遇到这种 他就很难去区别说 到底算是谁的 那只能说以常规来看 假如说他的形态上来看 比例是不是 谁的机会比较高 这样子而已 那所谓的不良反应 大概有哪几种征兆啊 一般来讲 我们会分局部跟全身性 假如说是局部的 大部分常见 就是下针处会有红肿啊 或者是说 他有的是出现硬块啊 或者是肿胀感 特别的严重 那甚至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就像他会出现 类似像蜂窝性组织炎的表现 那全身性的症状 就包括像有的人 他会出现发烧 那或者是像类流感的症状 因为他可能全身的 免疫反应的作用的关系 他全身会觉得很疲倦感 或甚至有一些 类似感冒的一些表现 都有可能会出现 那更少数的就像 前次台中一个个案 出现所谓的这个 Girn Ballet的这个症状 就是造成周边性的神经炎 这个就比较严重 那这个基本上 他的发生率 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只是说 你看近几年 大家在打流感疫苗 其实在台湾 也没真的有确诊到 这样子的情况 今年算是第一 快是第一例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他在 虽然他有一定的比例 可是他比真的非常非常低 所以不用太担心了 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了 好 那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因为打增剂 你像流感增剂 或者是肺炎炼球菌 那到底需不需要揉他 因为大部分医生会叫我们 按着就好 对对对 一般对我们来讲 像这一种是疫苗性的 都不需要去揉他 对因为就是让他慢慢的 在局部出现免疫反应 然后慢慢的让你全身 都有相关的免疫反应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打的是 像一些止痛药 想要说像有的人他是为了止痛啊 退烧啊 他而去打了这些 肌肉的注射的药 一般我们会建议按压他 会去揉他 不然他那边是会呈现 肿快的机会就会很大 那要按多久 按压他多久 你说止痛要止痛 一般我们都建议只有3到5分钟 对那如果是像疫苗的话 甚至你不按压他也没关系 假如除非是说你是属于 有在吃一些抗磷血药 或抗血小板的用药 会担心这个会有血肿的可能性 或者是出血机会比较高 那你就局部按压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去揉他 是 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说 0到6岁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创两年新高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那呼吸道融合病毒 其实跟流感病毒是不一样的病毒 对那他们同样都是属于RNA的病毒 那我想以前都不知道DNA跟RNA的名字 对 就是COVID-19都多少 比较清楚一点点 对比较清楚一点点 就知道说很像RNA的病毒 它突变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它就是一个单股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就是说 这类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它以往以前就存在的 它不像COVID-19是一个 大家认为比较新的一个突变种这样子 那呼吸道融合病毒 其实它本来容易攻击的对象 就是属于0到6岁的这个小朋友的族群 那它会造成的症状大部分还是呼吸道症状为主 只是它会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如果越小的小朋友 像两三岁以下小朋友被感染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时候 它出现的痰会相对的很黏 那因为它很黏的情况之下 比较中末段的小的这个支气管就容易被塞住 而出现像哮喘一样 会哮哮哮的感觉这样子 对那这些小朋友 如果他咳痰的能力不佳 再加上因为很黏的情况 就很容易后续严禁成肺炎的情况 假如他在感染的当下 会出现这种喘民声越明显的 就我们的统计来看 那后面会出现气喘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对所以这种的就是说 气喘我们当然都知道 这多少跟基因体质有点关系 可是它似乎呼吸道中 诱发 对是一个诱发的一个病毒 它会跟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些激活有关 还有造成他当下感染之后影响的一些免疫的激素也会有关系 对所以他会变成在三岁以下小朋友会相当的棘手 对也会会看起来说 如果当下可能就几乎可以预测 他之后会不会发展成过敏性呼吸道的体质 一般来讲我们常讲说上呼吸道的问题或下呼吸道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请柳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一般如果回到气管以下 一般我们就算是下呼吸道 假如说局限在我们的口咽咽喉处以上 这一块我们就比较上呼吸道 所以一般来讲像你如果去看诊 医生问你说你有沒有流鼻水啊 喉咙痛啊 有没有咳嗽啊 有没有痰 有痰这件事情有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评估 有没有到下呼吸道了 除非你的痰是属于像有的人是鼻涕倒流 这一种的话他可能听起来 再加上我们的听诊听起来 支气管还OK 那这时候我们在诊断上 就是属于在上呼吸道的感染 那如果会到支气管听起来 有点痰音或甚至有点粗糙音 或甚至会有这种喘咪声 那就已经影响到下呼吸道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 有没有可能会进展到像肺炎 肺炎 支气管炎这类的问题 对肺炎支气管炎就会比较麻烦了 好那刚刚有提到 说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事实上虽然媒体报道说 这个零到六岁感染有创新 但是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一般来说 我们在平常的防护当中 戴口罩勤洗手 应该还是一种保健自己的最佳的方法 那一般来说 呼吸道疾病有一些高危险群吗 会有的 一般大部分对我们来讲 假如说我们在讨论说 比较会说 当然比较会致命的大部分都是下呼吸道的 因为会跟肺炎那些有关 所以我们会着重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年纪很大跟年纪很小的 所以年纪很小大部分是五岁以下 年纪很大就65岁以上 那如果再加上像有的是先天性疾病或慢性病的 像有的先天性疾病的小朋友 那可能就一些心肺的结构的疾病 那在比较年老的族群就是一些慢性病 不管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 或者是他已经有些慢性生病变 肝癌肝病的患者 这些都算是高危险群 那或者是像有一些是自体免疫的疾病 像我们常听到的像 红半性狼疮 再使用一些免疫医治剂 癌症的病人这些都算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面对像有一些是支气管敏感的族群 像他本来就很容易气喘发作 控制的不好 这时候也很容易会造成 他在咳痰排痰的能力会变差 那当然他演进程肺炎的机会 也会相对提高很多 肺炎 我们可以自己怎么样去感觉到说 会不会已经有肺炎的迹象 一般来讲 我还是会跟民众讲说 可能最容易直接评估就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感冒 感冒之后 隔了差不多五到七天 你出现发烧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已经出现所谓的 激发性的细菌性感染 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一感染的时候就高烧 然后甚至痰就很多 甚至会有所谓黄痰的情况 那这时候其实你可能一开始感染的 就是细菌性的感染 就有可能就跑到下呼吸道造成肺炎了 那可快可慢 可快可慢 尤其像其实我们都说 我们都说八二法则 就是说七到八成都是跟这个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后面的两成才是有可能是跟这个细菌性感染有关 可是很多其实是他可能抵抗力 或先天呼吸道条件的问题 所以他常常会演进到激发性的细菌性感染 哦 了解 我女儿有一次就是感冒 然后我们还要去巴厘岛玩 她在小医的时候 他们想说应该是一般感冒 因为我女儿就是感冒就很快就会好 就没想到到巴厘岛之后 当天晚上咳到一个感觉她肺快要咳出来了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想要要回台湾 然后在当地买了买了就是一去的朋友给我们一些他们带的药 发现都没有效 就是发烧都是稍稍停停稍稍停停 有吃就这样没吃就上 后来赶快第三天买机票回来 直接入医院肺炎了 直接住院一个多礼拜 对这就是前面他可能可能有的人感觉快好了 可是因为他出国时差的关系就影响到抵抗力 或者是因为他很兴奋 所以他就睡眠不好 这时候就会造成激发性的细菌感了 了解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请教 新光医院嘉医科的柳鹏池医师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新光医院嘉医科的柳鹏池医师 来跟我们聊聊秋冬时节 有很多的这个呼吸道啊 或者是流感疫苗 现在大海还在施打嘛 那有些人有迷思说 我打流感疫苗就不会感冒吗 我打肺炎练求菌疫苗 我就不会得肺炎吗 那当然不是保证百分百啦 对对对 一般大部分就 我们就看流感就好了 流感来讲的话 它的 假如猜对的话 猜对的 它整 全部的大数据来看 差不多四成到八成的保护力 如果猜错 那大家就更低了 猜错可能降到只有剩三成 然后到六成的保护力 好像有一年有猜错 对而且有时候会关系到 像这一次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疫苗的差异性的时候 就是有一支是 它不是用鸡蛋培养 它是用细胞培养 细胞培养 当然它最大的优势是在 针对有些它是蛋过敏的人 它不能施打 另外一个它的优势是在于 它这样细胞培养的过程 会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它如果用鸡蛋去培养的时候 有时候在培养的过程 有一些病毒就会出现小突变 就是跟你预期想要抓的 这样子的这些排序的序列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这个小突变就影响到 你可能后面对于真的即使猜对 它的免疫效果保护效果还是有差 所以当初他们用细胞培养的 就是强调说他们有这两个的优势点赞 那当然其实最终还是在于猜对跟猜错 那猜都是谁在猜啊 都是WHO 都是WHO在猜 所以如果大家还相信WHO的公信力的话 应该还是全球用的都还是用WHO 他们认定的 所以他们就会去推估模型 就是说每年差不多三四月 他就有公告说 我们今年就选取哪几支 那四支就2A 现在都四架嘛 就是2A2B 就两种A型两种B型 然后他选的是哪一年的流行的病毒株 然后大家就按照这病毒株去培养 那他有可能是前一年流感的病例当中 来去做一些研究 有可能 那今年的流感病例的确比往年要少很多 那明年三四月WHO的流感病毒 所以有的人甚至会猜测说 其实今年不需要打 像我们几乎都锁国啊 根本不会有病毒突变 病毒流传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如果国内很少 基本上他就不想去施打 对 可是我常常会跟病人讲说 你不去会有人来啊 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把病毒带进来 就跟现在的COVID-19一样 我们现在会针对这些人 做所谓的筛检 境外移入 可是你根本不会去做流感的筛检啊 那这些人他带着带着进来 那甚至之后 假如说国外真的COVID-19的疫情 比较趋缓了 那什么时候会有开放进来 你也不知道 对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必须要出国的 他一定要出国的 像可能要回去看亲友的啊 或者是经商的啊 或者是客业的 那你是不是也冒着在国外流行的风险 像我前几天看新闻啊 那个俄罗斯啊 还有那个大陆东北地方 那边现在已经几乎是 那个暴风雪的情况 对 所以像这种会喜欢寒冷千气的病毒来讲 在那些地方就会很活药 对 所以你看这次第二波一来 北海道又变得很严重 又变得很严重 对 所以COVID-19又不怕冷 对 而且他们是喜欢冷 他们反而是喜欢冷 那所以我们当初大家一直压说 可能七八月他就像SARS当初一样 他也不怕热 对结果发现他也不怕热 哦好变种哦 所以你知道病毒真的是一个人类很大的敌人 哈哈哈 其实病毒这一种 他其实到最后他会慢慢适应 就是说他的能力会越来越高 因为他会知道他自己的弱处在哪里 所以如果当时能够活下来的 就像天泽的概念 对 你如果当时 适者生存 对 他当初热没办法活下来 他就没了 可是当初热能活下来的 他就能继续存活 所以到时候他就发现 你就发现他一年四季都在 对 所以像现在大家针对COVID-19 大家已经觉得说 他可能以后就流感化了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以后每个人到最后都要打两支疫苗 对啊 一个流感疫苗 一个COVID-19疫苗 以后可能就是左流右灌之类的 哦之类的 对 那如果又要打肺炎恋球菌的话 也打在手 那怎么样的疫苗是打在屁股啊 基本上如果他是打肌肉针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打手 除非是小朋友因为他手那个肌肉量很少 我们时候就会打屁股 那因为屁股的呃 大部分是皮下脂肪居多 所以除非是这个疫苗是打皮下的 那这时候就可以选择打手或打屁股 了解 但是还是以手臂为主 手臂为主 对 哦 那如果有一些那种手臂的血管 不是很好找的话 会很麻烦吗 哦 他如果是打肌肉 真的是倒是不用 这还好 对 就不用找血管 哦 反而我们新用血管越少越好 比如说你就不用担心说疫苗 会OK 对对对 不要打破大血管 哦 好 所以呃就是你打这个流感疫苗 或者是呃肺炎练球菌的疫苗 或者如果好明年或今年底 期待啦 Covid-19的疫苗 可以问世的话 诶 真的 打了还是有保佑 尤其是高危险群 对 我是觉得尤其高危险群 如果观察Covid-19的这个致死率到现在的话 还是会发生在老年者 危居多 对不对 对 还是老人家 然后他又合并可能又有三高慢性疾病 对 或心血管疾病 没有错 对 这些都算 因为这些族群基本上就是呃目前来讲 它的风险就是比一般成年人跟甚至小孩哦还要高 如果说像流感它大部分是两个很极端 就是老人跟小孩 就是老人跟小孩对 这Covid-19 反而小朋友因为Covid-19的致死率反而相对不是那么高的大部分都还是在老人家居多 OK 嗯好所以打流感疫苗你还是有可能会有感冒啦只是说你不会变重症变重症几率比较低啦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常常我在跟民众讲的时候我会说呃要先流要先知道说是我们打的流感疫苗哦是针对流感病毒对跟流行的感冒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那种喉咙痛啊流鼻涕啊那种啊对对对所以呃我们在说的流行的感冒或者说一般的感冒指的就像什么腺病毒啦 或者是像鼻病毒啦甚至有的小朋友的一些肠病毒啊也是会类似像感冒的表现 哦那或者是像副流感病毒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哦这一些都算是我们常见在感冒都归类在一般的感冒的病毒 嗯那如果他是针对专门指的流感就是这个指的就是流感病毒对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疫苗是针对呃流感病毒流感的病毒对而且在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用猜测的嗯所以加上他的图片那像他的猜错所以有可能说我已经打了四架了怎么还是一样又中啊这时候那就真的没办法就是有可能是猜错或者是你刚好中到的行别就不是猜对的那两项嗯嗯嗯嗯那有一些民众会说嗯打流感疫苗 然后之后为什么我还感冒就是怎么打完就感冒应该是他他的因果关系应该不是这样子了啦对因为这几支疫苗哦不管说我们说呃呃呃COVID-19以后的疫苗好了哦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流感的疫苗再加上所谓的肺炎球菌的疫苗这些都是属于非活性的疫苗嗯所谓非活性就是他要不就是病毒的片段要不就是呃他基本上已经是被灭掉活性的这个病毒 哦哦所以或细菌对所以这一种基本上他不会说打了之后他反而你会变成感染嗯哦所以最多就是说哎你可能就是感染只是空窗期他还没发病嗯或者是说像有的人他打了之后会全身酸痛感很强或者是他会觉得很累甚至出现像一些感冒症状的时候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人体正常的这个免疫系统 发生作用了嗯那呃呃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只要发生这种所谓的免疫反应啊或者是发炎反应他就是红肿热痛嘛对哦所以他可能表现出来在每个人身上就不太一样嗯所以表现出来有的人可能就开始哎什么似乎有点这个全身酸痛啊或者流鼻水的症状啊鼻塞的症状嗯那这些其实都是免疫反应有关嗯嗯呃因为就是现在11月到隔一年的大概过年期间哈然后过了过年可能3月都是 就是所谓的感冒啊哈这个上呼吸到下呼吸到一个感染的高峰期啦那呃呃民众感冒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有些人是从喉咙痛开始有些人就直接发烧那他跟什么机制有关啊因为像我已经大概30年还没有发烧过咧我是遇到什么都好像都没有发烧哎为什么哎其实最重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会是跟你感染的这个病原菌的特性有关哦 哦那第二个才是就是跟你的免疫系统有关哦对那有发烧还是没发烧好这个当然很难说对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刚好你碰到的你的环境就很单纯你碰到的真的是一般你可能一辈子都常常在碰的病毒其实你久了你已经被他感染就最多一些症状而已对你并不会到这种治疗对嗯那刚提到一个感染病原菌的八二法则就大部分我们常见说我们怎么判断这病人像不像细菌性还是病毒 我们在临床上第一线第一天发烧我们会用你发烧的高度来判断嗯大部分哦如果以细菌性来讲大部分都是高烧比较多哦细菌性是高烧那烧就是39度以上对嗯那如果说你是病毒性的高烧嗯那最常见的可能就排除几样像刚刚提到很小小朋友你要排除说会不会是像玫瑰疹啊哦或者是有没有肠病毒啦或者是像流感啊或者是像腺病毒 这一类都是属于非常高烧的哦甚至3940的都有可能哦那如果是你排除掉这些的那还是高烧那你就要想细菌性的哦所以可能就要怀疑说他会不会是像呃肺炎练球菌啊或者是其他像有的人才是泌尿道感染的发烧啊就根本不是在这个呼吸道的问题的发烧哦只要是细菌性的感染细菌性的感染对这时候就要考虑这一项嗯那一般来讲假如说像有的人的体质他的免力反应很强哦 他一点点就诱发他全身去歼灭掉这个病毒哦这时候也很容易会发烧的情况那像我就是这么久没有发烧我会不会整个免疫太迟缓哈哈哈因为不是说有发烧就是一个保护机制对对对可是有可能假如你呃感染的病毒菌真的很单纯哦就是你你几乎你碰到就是已经你已经快跟你认识很久了哦好朋友老朋友对对对对所以你你并没有更新一些 一些很特别的病毒嘛或病毒细菌的时候其实他就不会诱发你太太强的免疫反应是那呃如果说再来退一步想就是说可能你的免疫系统或许他就相对比较比较成熟他可能不会动不动就走走走就忽然就整个哇冲出来这样子嗯他可能知道说哎我遇到多少病人我就拍多少病例就好嗯相对来讲这种所谓的免疫风暴是就相对小一点哦所以你看在我们在covid-19或者是流感有一些青壮年因为感染这些病毒而 过世的嗯都是因为免疫风暴就是做到中心啊或者是他的免疫忽然太强了哦没系统他太强了太活跃了对所以这时候一出现的时候这时候反而不见得得到好处嘿那如果说是这种呃下呼吸道的问题的话哦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要请教说或是呃成人也是一样抗生素的使用到底什么时候要使用抗生素啊呃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常说 抗生素大部分是指向呃针对细菌性的对哦那除非你广义来讲你说呃像抗霉菌的药啊抗病毒药你都要把它算进去治疗这些的话呃那一般我们指的都还是指细菌性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哎如果当然你如果有很强烈的证据说他就是什么细菌感染那我们当然就使用抗生素就是一个正确的时机嗯那如果像有时候哎你可能去诊所看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等待报告的时间嗯 像我们有时候做痰疫培养啊或培养那至少要三天以上的时间那在等待时间我们不可能放着让他继续的攻击你的身体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经验性疗法嗯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评估的哎你这可能像细菌性感染嗯好那这时候我可能就要优心的先用抗生素了哦但是那抗生素是用第几线的抗生素比较比较多哦这时候我们就会依照说看你的感染情况你当下的所谓的有没有到败血症的程度然后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哦我们就会去考虑用什么样的抗生素是不过现在我发现医生用抗生素也都还蛮谨慎的呃相对来讲会慢慢的跟以前以往比起来对对对对哦因为以往大家都说啊抗生素吃吃了蛮多的然后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抗药性或什么的哈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楼鹏之医师哦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51分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新光医院嘉医科的柳鹏池医师哦那秋冬专案12月1号就要启动了三大防疫系系统哎那你们在医院里头如果这个启动的话你们穿着要要有一些什么防护吗第一线医护人员目前是还没有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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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三四月那时候那么大这样那你们三四月就这样穿呢哦对啊有一些有一些尤其会禁忌语接触的像耳鼻后科对他一定要一定要局部治疗那些人那甚至有的局部治疗他是被限定就不做了因为他怕喷出去的那个分废物啊或者是那个分泌物会会往外漂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科别就有不同的设备装备哦所以第一线医疗人员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好在那个 最嚴峻的台灣啦 三四月份 其實很難想像在國外 歐美那種狀況很難想像 歐美那裡很多 有些比較小的地方 縣市甚至上面的郡 有的甚至都已經醫療匱乏了 都已經幾乎是跟他拼了 甚至自己都已經傳染 被感染COVID-19 還是一樣稍微上班 對啊 你說那個醫療 醫療設備啊 軟硬體如果不足的話 真的只能夠在那邊感覺好像 等著被那個 對啊尤其第一線的甚至是指急診 對 急診真的是最辛苦 因為他幾乎就是一手 就是全天都是要全副武裝在那邊 是喔那真的太辛苦 那個穿脫喔 對啊 上廁所也很麻煩 噴到病人的分泌物 你又要全套換 因為你怕這個人是啊 那你怕傳給下一個人 那你就要全套換 所以會比 甚至以我們在看門診科的 會更辛苦 真的 好 秋冬專案下個月就要啟動了 那呃對於這個民眾來說 呃秋冬專案當中就是要加強新生活運動啦 好在八大場所五十多個地點 希望大家都可以呃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強制戴口罩 呃那當然呢就是呃 他是鼓勵醫院擴大裁剪 那什麼意思啊 呃他就是希望不要漏掉任何一個 就是你只要懷疑你就裁剪 哦就是如果我現在去看看病看劉醫師 那劉醫師覺得我有點點 對你覺得說欸這個發燒有點異常 或者說像之前不是有幾有一個民眾被抓出來 就是因為他嗅覺異常 就是那個 喔對 就是變成臨床醫師他要高度警覺 所以奇怪你這個的病症跟我們以往遇到的感冒不太一樣 這時候你可能就要高度警覺 所以就要就希望能夠去呃全面擴大的裁剪 就一個都不要漏掉就對了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場所有幾個我覺得會有點困難執行 像他健身房他也要求你一定要戴口罩 對啊 我覺得你可能戴著口罩進去房間OK 可是開始做運動的時候有幾個能夠撐住 對啊撐住繼續戴口罩 對所以這些場所有可能就是來的人潮會大大降低 對就會影響到 喔好那一般民眾如果說是從事一些高危險行業 然後有發燒腹瀉嗅覺異常 那像還有哪一些頻段是你們覺得一次可以做採檢的 呃一般最常見是說如果他他的接觸時 第一個是說雖然說現在我們很多都是有所謂的境外 對就會先管制14天 可是像呃才上上週吧 嗯不是有一個他已經驗到說是陰性了 對他都說高鐵下去加一年 對又變陽性 對所以就有可能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是說 欸會不會這個是後續他又追到他是陽性 喔如果這次沒有追到他是陽性 結果他散播出去 這時候就變成是有可能是一個破口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就變成說他有接觸的誰就很重要 是是是 所以接觸時這個部分的確是呃在回溯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對 喔好那那如果劉醫師你們在第一線然後檢測發現他這個人高度的有狀況 那你們當下你們自己也要自己做裁檢嗎 欸如果他當下呃如果有發生症狀我們就一定也要接受裁檢 那再來就是如果這個人他被列為需要一定要去住隔離病房的 那就變成說大家已經認為說這個人只是在等報告出來證實而已的 喔那有些人他是驗完之後就說好那你可以回家等報告 嗯那可能相對來講醫生這一端只是提心吊膽了個幾天 對如果說這個人都已經被關進負壓了 喔這個醫生可能壓力就很大 壓力很大 對壓力就很大 所以醫生也是 呃我可以在防疫期間這個高危險群跟壓力非常大的族群 好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都辛苦了 好今天也非常謝謝柳彭智醫師來跟我們分享在秋冬喔 大家要注意的一些狀況喔 非常謝謝柳醫師 謝謝 謝謝蘇瑋 好接下來居所定小姨 秋名 ... lion鳳城 有座堂 很心的 protest 燈